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去吧 你只是做了我一點出生 這樣就被你當了我大哥 連踩單車都贏了我 公平嗎? 哎呀,你差點吧 也與我無關不公平的事 這裡只是一條直路 你只是這樣說 換成是山佬 你就是這樣說 山佬 你跟我投降 那你有沒有聽過 曾經代表過香港參加奧運的山地兄 還沒有,讓你過來看看 好,Let's go 第一次去到北京奧運 其實是所有運動員 都是夢想去到的一個平台 看到一些很高水平的運動員 自己都很興奮 自己都很開心 比賽過程 我們有規則 都會比較殘酷 令到我第一次比賽 其實是踩不完的 其實是有一個遺憾在裡面 去到倫敦之後 和你約那次 都可以完成得到這個比賽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開心 而且去到你約的時候 比我上一次的倫敦成績更加好 作為一個運動員 其實生活很簡單 很悶 當然每一天都有一些變化 原因就是因為訓練計劃 又長又短 一天裡面有兩節的訓練 長課的訓練 可能由早上八點半開始訓練 可以訓練到三、四點 一堂 變了之後回來 可能洗個澡 休息一會 然後就直接吃東西 也會有可能 其實做一個全職運動員 開頭的時候要想到一件事就是時間 因為香港的環境來講 是很難去做一個全職運動員 做全職運動員要跟著香港隊 長連累月都會在大陸 因為我們公路那邊練習的路線 在香港更加少 所以一定都會在內地 當我做了一個山地車的時候 亦都要兼公路 所以我都是同樣一定 一直都會在大陸 未做之前 其實我已經知道 心裏面已經是有個底 面對這個情況 我也想了一段時間 給自己一些時間 去試一下想自己做的事 看看自己可不可以做得到 做得到的 你就繼續 如果不行 那你自己又不會有後悔 那就不會再覺得 為何我後悔自己不踩單車 為何這裡都是一個很平凡的 一個人去打工 做事 可能根本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我的概念裡面是一定要有的 我是希望更多人可以超越我 更加多人在玩山地單車 作為一個教練 將我所懂的東西 我會教給他們 怎樣去提高自己 怎樣去想到自己怎樣去拿成績 自己怎樣去完整自己的目標 自己的理想 我對堅持的看法 首先一定不要放棄 堅持到底 一定要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用自己的方式去想辦法去完成它 一直堅持到底